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珍妮 好高興又和大家見面 奶粉是令廣州人回味而隨bet的傳統小食 軟 WOOủ大米粉條 豐富的配料 豬肉粒 蝦米 冬菇 香脆的豬油渣粒 配上有照頭 zur bazder 够了醒胃啊 当年是几毫子的美味早餐 每次回中国我都列在必食名单上 值得高兴的是 我现在都可以做出和老西关一样美味的奶粉 不需要等回中国 奶粉对米的要求没有肠粉的高 我们可以用家普通的鲜肉米 或太过香米来做成粉条 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到很浓的大米味 要注意的是 原米太黏 不能完成此等艰巨的任务 太过香米1杯 210克 加入清水隔夜浸泡 泡米比较容易打成一张 如果不浸泡也可以 打的时间稍为长一点 浸泡过的香米 洗干净后 滤去全部的水分 分3次 将香米放入料理机内 准备一级 230毫升 70度以上的热水 同样分3次 倒入热水 之后我们不会再加水 尽可能打到没有米粒 每次打2分钟左右 用筛 把米浆过滤出来 刚刚才打好的米浆 全部打一次 加入2汤匙吃剩的米饭 一起打成一张 米饭可以洗出来的泥粉 更有弹性 吃起来不会口感发硬 这也是做泥粉的关键 它不是什么秘密 是广州老街坊 厚厚相传以来的小秘诀 最后再过沙一次 做好的粉浆 好像奶油一样 非常顺滑 现在的粉浆太稀 还不可以 我们还需要两种粉 第一种 尖米粉 成份是大米 第二种 木薯淀粉 不是木薯粉 千万不要买错 两种都是泰国品牌 在北米州的华人超市都有手 有些朋友会问 如果用尖米粉和木薯淀粉 不需要大米浆 可以吗? 可以的 我把配方写在显示栏下方 供大家参考 不过做出来比较硬 而且少一点米味 木薯淀粉 3汤匙 煎米粉1个级 130克 米和热水煎米粉1个级 体积比例是1比1比1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记忆 搅拌均匀 做出来的粉团必须带有流动性 就好像飘油广告里面 长发丝丝顺滑 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口比较阔的不沾锅 开大火 放入猪油和猪油渣粒 加入已经洗干净并且切碎的虾米 已经泡发并且切成丝的干冬菇 叉烧粒 如果没有可以用猪肉粒 又或者用烧鸭烧鵝 造成烧鵝泥粉 炒香全部食材 大概需要2分钟 倒入鸡汤1000毫升 盖上盖盖 煮至沸腾 在煮汤的同时 我们来看看做奶粉的工具 做奶粉的专用工具 在本地买不到 我用做蛋糕的表花袋 算一个比较粗的头 做出来的粉条大小粗小 最适合 也可以用面汤手做 把粉团放在里面 然后用小手压 就可以把粉团拉在汤里面 缺点就是粉条做出来比较小 详细介绍可以看我GEDA汤的视频 没有表花袋 可以用保鲜袋代替 在哪个地方剪一个小口 粉团分3次放在表花袋里面 如果一次全部放入 那就太多了 它很容易在制压过程中跑出来 弄脏你的手 汤滚了后来调味 煮出来的粉条才有味道 加入盐1茶匙 胡椒粉1茶匙 胡椒粉1茶匙 试一下味道 看对不对 关火先来做奶粉 左手提袋 分散奶成粉条 右手用小铲 将粉条切断 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来出 由长阳韧 由爽又滑的粉条 顾名 奶粉 全部粉团 捏完后 可以开中高火 用铲子 轻轻拨一下 就可以分散 不用担心煎黏 再煮3分钟 就可以出锅 铲子 粉条和汤的比例 刚刚好 它不会太稠 或者太稀 吃的时候 记得要配上爽辣 萝卜粒 炒熟的花生 葱花香菜 你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碗完美的 廣州西瓜奶粉 如果你喜欢我这碗奶粉 请帮忙点个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